欢迎回来财经资讯带您关注 美国最近公布的三月通膨数据低于预期 激励美股周四几乎全数收红 其中又以科技股为止的纳指大涨快要1.7% 创下历史新高 而另外苹果传出将Mac产线 转向AI晶片之后 股价也大涨了4.3% 创下去年5月以来的最佳记录 那么同样的亏达紧追在后 涨幅超过4% 而另外在欧洲央行 也在周四宣布关键利率维持不变 也表示通膨放缓有望 朝宽松政策再迈进 也提升外界对6月首次降息的期望 可是欧洲股市是需要时间消化消息 所以三大指数周四还是为负受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